约然威廉于2020年与老婆卓君则结婚 并于上个月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日前威廉发文透露 因为担心老婆患上产后忧郁症 于是从出院后到入住月子中心这段期间 不论是扶老婆上厕所跑腿 回家照顾猫咪 又或者是帮宝宝喂奶换尿布 自己都非常小心谨慎 然然威廉坦言 遇上了人生的一大关卡 就是老婆要自己别再搞笑了 因为老婆只要一笑 就会牵动剖腹产的伤口 她身为一位综艺主持人 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开心 因此老婆的这个要求 让她感到非常欲足 本来的颜值和身材 因为职灾而消磨殆尽 如今剩下唯一的搞笑功能 也被禁止使用 让她要崩溃直呼 再这样忍下去 自己就要彩后忧郁啦 威廉NTA文 引来不少网友笑称 幸福肥没关系啦 先暂停搞笑一阵子 等老婆伤口康复再付出就好了